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闭央行 削减社会福利等一系列的措施 还意外得到了选民的青睐 那么这位阿根廷特朗普是如何赢得选民的青睐 米莱宣称在任职之后 首要任务是进行教育和医疗私有化 要求英国归还马岛 并且很快访问以色列和美国 米莱还称 阿根廷将会重返世界地缘政治的舞台 全面转向美国 主张将政府主导的对两大贸易国 巴西和中国的贸易交由私营企业主导 阿根廷政府会否导向美国 实行全面的美元化 中国和阿根廷的关系又将何去何从 围绕相关话题 今天我们邀请到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拉美研究所副所长孙延峰先生 做分析个点评 首先通过新闻短片 了解一下相关内容 当地时间11月19日 阿根廷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举行 被称为阿根廷特朗普的哈维尔米莱 当选新一任总统 来自极右翼选举联盟 自由前进党的米莱堪称黑马 他籍经济学家 电视节目嘉宾 政治素人 网红政客等多个标签于一身 他2021年12月当选国会众议员 两年后的今天 他将要执掌这个通胀率超过 100%的拉美第三大经济体 现年53岁的米莱 是经济学家出身 自称无政府资本主义者 被外界视为极右派 右翼民粹主义 极端保守主义和新古典自由主义者 他的一系列激进主张 包括废除央行 舍弃笔锁 全面实行美元化等 他还表示 希望将他眼中的犯罪组织国家最小化 把现有的18个部委减少到8个 大幅削减公共支出 他将这些削减开支的政策 称为电锯计划 同时 他还表示 要大量裁撤政府机构 连社保 教育等部门 都在裁撤计划中 目前 阿根廷是 拉丁美洲第三大经济体 全国4600万人中 有40%生活在贫困之中 年通货膨胀率达到143% 预估2023年 全年通胀率将达到180% 法定货币比索和美元兑换率 自2019年以来 已经贬值90% 因此 米莱主张的全面美元化 关闭阿根廷央行 削减社会福利等一系列措施 意外得到选民的青睐 不少媒体把米莱与特朗普做比较 认为他们都极端保守 想法出奇大胆 说到做到 事实上 米莱本人也十分崇拜特朗普 他曾在采访中大赞特朗普 米莱当选之后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对其表示祝贺 并模仿自己的口号写道 让阿根廷再次伟大 米莱此前表态说 阿根廷的外交关系 要全面导向美国和以色列 这也导致了外界对未来 美国和阿根廷关系的 普遍乐观情绪 阿根廷新任的总统米莱 他的标签非常的多 很多人称他是阿根廷版的特朗普 他是一个经济学家 政治素人 又是一个网红政客 还是电视节目的嘉宾 所以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的确是这个米莱的这种个人经历 其实非常非常奇特 他1970年出生于一个 在阿根廷的匈牙利后一家庭 父亲是一个经商经营企业 但是父亲脾气非常暴躁 据这个米莱自己回忆说 他幼年的青少年的时候 他父亲遇到经济不顺的时候 和心情不爽的时候 就痛打他一顿 而且还不支持他学他喜欢的经济学 所以这又导致米莱心中 其实一直有一个非常扭曲的心灵 这影响了他完全的这种 家庭观和人生观 所以我们看到目前为止 这个快50多岁的人 就依然没有结婚 很长时间也没有配偶 只有到今年8月份 才披露出他跟一个 阿根廷当红的一个喜剧女演员 这个产生了恋情 在此之前 他没有任何的这种感情生活 没有任何的这种夫妻 或者这种男女之爱 反映的就是大家都认为 他是一种心灵的 比较受到了极注的这种创伤 他最喜欢的是 他五条英国翱犬 而且用他喜欢的经济学家名字 命名这五条犬 所以他最喜欢的人是他姐姐 因为他姐姐在他童年被打的时候 就是说对他非常照顾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米莱这种个人的童年的这种阴影 其实对他的这种性格 比较内向 比较偏激性格 一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后来他当然很聪明 我觉得他非常聪明 他在阿根廷著名大学 比尔格雷诺大学 学完经济学以后 也去过很多的阿根廷的金融机构 担任职务 还担任过首席经济学家 或者这种经济部的这种高级顾问 经济高级顾问 所以我们讲米莱这种人 一定是一个智商很高 但是情商也许未必这么高的一个 但是另外一方面 就是他我们明显看 他确实是聪明的另外一点 他会充分利用他能掌握的各种资源 比如说他是在这个前几年 他发现阿根廷经济困难的时候 他利用他的经济学的知识 写了很多本关于 如何抗击这个阿根廷的这种 恶行通貌膨胀 如何解决阿根廷目前的经济困境 这一下让他成为一个家库小的一个经济学家 更重要的是很多媒体找到他 他也充分知道媒体的重要性 他在这种各种电视节目里头 第一个是穿的衣服非常奇特 大家看到屏幕里这个很多视频里头 穿着皮侠客 穿着各种奇特的服装 语言也很大胆 辛辣 批评各种各样的这种权贵富豪政客 指责他们是国家的杜宠 这些观点其实很迎合 大众的媒体的这种诉求 尤其是当很多阿根廷民众 看到这种社会的这种困境 贫富不公 贫富差距巨大 社会不公的时候 明显会对这个米莱的这种色彩 这种角色产生巨大的这种好奇感 或者吸引力 所以由此 这个米莱在2021年呢 又组建了自己的政党 他一下发现自己的这种号召力 所以在当年的这种国会选举中 在首都 他在政党派选举中 一下成为第三大 首都区的第三大党 所以我们看出米莱的这个整个这种发展 或者叫成长史 实际上他一方面就是人性 人格上有一点点他自己特点 更重要的是 他抓住了这种民众的一个特点 所以说如果说米莱性格比较激进 但我们讲 他绝对不是一个愚蠢的人 我们看到米莱的支持者 把他称为经济梦想家 说他可以带领阿根廷摆脱几十年来 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一 那他具体提出了怎么样的一个经济政策 能否拯救现在这个阿根廷的经济情况呢 我们讲一方面这个米莱的这种的专业就是经济学 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出他的这些经济学的这种观点 或者未来经济政策 完全不符合一个传统的一个经济学 首先呢他希望是这个为怎么样 对抗这个恶性通货部上 他认为第一呢 是要政府要停止发行新的货币 就是取消央行 第二呢 如何让民众对货币产生信任呢 就是用全盘的美元化 同时呢 如果再继续减少政府的这种 或者叫赤字呢 就是要政府要减少对像医疗教育 社会福利等各种各样的这种社会补助 换句话说 在他的脑海里 其实用另外一种很多经济学家评价 他是一种传统的自由派的经济学家 就是一个是小政府 或者是政府基本上全都不管 另外一个是大经济 用市场来管来统衡一切 就像给市场提供一个完全自由化 自由竞争的一个社会 这种观点其实早在这个二战之前 很多经济学家曾经推崇过 但二战之后 随着像各种各样的这种经济危机 各种各样的建议危机 很多国家实际上已经完全不再使用 或者不再认可这种经济模式 但是在米莱心中 像这种完全的自由主义的这种 经济的这种政策 也许对他来讲 或者对阿根廷很多人来讲 是在当前阿根廷经济困局下 唯一的一种推倒冲来的一种方法 所以这种比较激进的 这种推倒冲来的这种想法 吸引了很多阿根廷民众 尤其是在目前在经济困境下 处于一个非常困顿的生活状态的 一些底层民众还有一些阶层下落的 中产阶级非常推崇 米莱所倡导的这些经济政策 都非常的激进 包括要舍弃央行 舍弃比锁 全面的美元化 但在实际操作的层面 您觉得能实际上推行下去吗 其实如果我们用一个 现实主义这种观点 看阿根廷的当前的经济社会 以及整体实在讲 我们觉得这个主义 第一 可行性相对来讲不大 因为阿根廷目前的 所谓的外汇储备 支撑它美元的外汇储备 名义上只有几百亿美元 但是如果刨去像黄金 像各种各样的这种债券 实际上可动用的 基本上接近于零 也说它本身 政府能动用的外汇储备 极其有限 同时阿根廷的这种 当前的这种经济 目前今年预测是负增长 它的这种经济也完全不支撑 它可能进行这么大的 一个经济改革 第二点更重要的是 我们看到阿根廷目前的 这种社会状况 一方面是中左翼 还有强大的这种支持力的 但如果说这些中左翼的 这种支持者 对政府敢于彻底取消社会补助 社会福利 那会引起巨大的这种社会动荡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 阿根廷目前的这种各种的 包括美元化 包括取消央行行 它一定要得到这种国际社会 叫做国际市场的这种认可 但我们目前看 目前阿根廷所处的这种外部环境 也不允许它推行 它的所谓的这个激进的这种社会 或者经济改革 同时米莱在国会里的这种议席 我们知道它也属于一个 连半数也没有是一个弱势这种政党 所以他如果想通过重大的这种改革措施 甚至是重大的人事任命 在国会目前看都会遇到 反对派的巨大的这种掣肘 所以从米莱的这个激进的这种观点 不仅从他的这种可行性 可能性 还有实施的这种可操作性来讲 我觉得困难会非常大 并且看到米莱在竞选期间 他曾经誓言要夺回 跟英国有争议的这个马岛的主权 英国是称福克兰群岛 英国的国防大臣也在社交媒体上 非常强硬地做出回应说 英国享有对福克兰的绝对的主权 是不容谈判也不容否认的 那你觉得米莱上任之后 怎么来兑现他当时的承诺呢 第一我们看到马岛问题 在阿根廷属于一个核心的战略利益 核心的国家利益 任何候选人在这个问题上 都不能做出任何的这种妥协 或者退让 所以从米莱在马岛问题上表态 我们看其实当时是在总统 候选人辩论情况之间 所以我理解他的这种反应 更多的第一 是民意的一个反应 第二呢 其实从米莱本身的执政重点来讲 我相信这个马岛绝不是他的一个核心的 或者这种施政的这种重点 因为他的打出来的这种竞选牌 主要是面对经济改革 所以对米莱来讲 他一定是把他的重心放在国内施政上 马岛问题 我觉得第一 阿根廷现在没有足够的这样的一个 不管是军事实力 还是这种经济实力 跟英国直接抗衡 他最大的其实还是利用 阿根廷在国际社会的这种同情心 利用他作为发展中国家 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这种屈辱的历史 获得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的这种支持和认同 但是米莱的外交政策 我们看到却跟这个有点不相符 所以我们觉得 我个人觉得 米莱可能会 未来的重点绝不是马岛 马岛也绝不会未来成为阿根廷 这个内外政策的一个中心 米莱还表示说呢 在当选之后 会尽快地访问美国和以色列 他也说他自己这个外交政策 会全面地导向美国和以色列 您觉得接下来 阿根廷跟美国的关系的前景 您怎么来看 是否非常的乐观 会不会全面地导向 第一我们看米莱 他的意识形态来讲 他在这个选前的很多时间 很长时间 就已经毫无掩饰地说 他喜欢美国和以色列 但是呢 以色列是因为他对犹太教 我们看到很多说法 他对犹太教非常感兴趣 参加过很多次犹太教的这种宗教仪式 所以我们理解 可能他从意识形态中 跟以色列跟犹太教 有很多亲密的这样的一个 的一种亲近感 跟美国呢 我们觉得要可能要更加的 要细致这种分析 一方面呢 从米莱来讲 他的这种自由主义 经济自由主义的这种观念 他觉得跟美国很相近 第二呢 他未来如果要推行所谓的美元化 推行他的这种激进的 完全市场 自由市场的这种政策主张 肯定也必然要获得 美国的这种支持 但是我们反过来 我们看美国 其实上拜登政府 其实上对这个 对米莱 我觉得他是还是一个 很矛盾的一个心理 一方面我们知道 米莱其实更喜欢的是特朗普 是 对 因为他在跟特朗普 在不管是在这种 执政风格 演讲风格 还是在政策主张上 就是右翼 极端右翼方面 都更加的这种亲近 而且很多的媒体报道 在支持特朗普的 叫美国的这种保守 共和党保守这个年会 CPAC 其实在拉美举行过 很多次会议 其中米莱也参加过很多 所以说从意识形态上 应该是讲 米莱更亲近的是 美国的这种民主党 尤其民主党的激进右翼 所以从拜登来讲 既担心这个米莱的这种获胜 可能会进一步 刺激特朗普的支持者 因为我们知道 明年也是美国的大选年 所以说从美国 从拜登政府来讲 一方面阿根廷很重要 另一方面又担心米莱 会刺激特朗普的支持者 导致明年大选出现新的变数 所以未来的这种米莱政府 跟美国的关系 我觉得也会很复杂 在米莱胜选之后 特朗普还特地发文表示祝贺 米莱不仅是被称为 阿根廷的特朗普 他确实也是特朗普的一个崇拜者 所以您觉得他是 真正的是亲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 他还是亲美国呢 我觉得他更 如果从我个人观察 他更喜欢是特朗普之下的美国 因为特朗普刚才讲到 他被称为有时候 披着这个学者外衣的这种特朗普 执政风格 说话语气 还有很多的意识形态 其实跟特朗普非常接近 他也认为如果明年 特朗普如果能获胜的话 那可能会是美国和阿根廷之间的这种关系 可能会更加的这种密切 所以我觉得美国和未来阿根廷关系 可能要取决于拜登如何看 这个极优异的这种米莱 也就取决于米莱如何跟民主党下的 这种美国打交道 好 先谢孙先生的点评和分析 下节回来继续带您关注 米莱曾宣称将与中国和巴西保持距离 那么中国和阿根廷的关系将会何去何从 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新闻间日谈欢迎您回来 阿根廷当选总统米莱将于12月10号就职 他的外交政策取向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特别是阿根廷与中国和巴西等国家的关系方面 可能会面临挑战 巴西总统卢拉21号表示 南美地区将出现政治问题 而克服这些问题的方法是对话 在外交政策上 米莱与现在的政府截然不同 他宣称将与中国和巴西保持距离 并削弱与南方共同市场的联系 拒绝加入金砖组织 并优先发展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 专家表示中国和巴西是阿根廷最大的贸易伙伴 而阿根廷急需外汇 对这些关系的质疑可能会带来不利影响 忽视国际贸易合作的重要细节更是不可取 没有人在G7会会感谢了 因为它会是在BRIX 有了在印尼 是一国之间的关系 有好关系跟G7 有西方的关系 跟拜登保持一位好关系 要想提起 估计的关系 由于BRIX 阿根廷将退出金砖国家组织 在这一问题上 米莱的候选外长蒙迪诺表示 没有看到加入金砖国家有什么好处 如果以后看到会重新讨论 专家表示 政客的竞选语言 并不能代表当选后的行动 至少的中国人 尚在比赛之后 尚在角色上 尚在现场上 更为了解副 为了解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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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必须 但不必然 是什么 是什么 可能性 在推出 那些人 我会论 可能会上 的解副 个人 解副 为了解副 一方 不必然 这些人 做解副 是 看副 的 跟中國的影響和歐洲 所以我覺得會有很大距離 和距離的距離 和能夠成功 米萊宣稱將會保持 跟中國和巴西的距離 他還宣佈將由政府主導的 對兩大國的貿易 交由一個私營的企業來管理 您覺得接下來 中國和安克廷的關係 何去何從呢 其實網絡上 現在關於米萊對中國 和對巴西的很多這種說法 其實並不是完全準確 因為我們看到 最近中國腰部的發言人 其實也 做出了澄清 對 也解釋了一些很多的 在媒體上的一些誤解 我們第一 我們從米萊本身的意識性來看 因為它本身一個對國際 我覺得它的國際觀上是有限的 它對很多國際的這種情況 未必完全了解 所以說它在 而且在競選中 它有很多這種觀點 或者說很多說法 是為了抓眼球 為了爭選票 所以很多人講 在拉美的選舉 競選是一回事 當選後的政策是另一回事 另外我們觀察到 另外一個點 就是米萊的這種陣營的 就是它只會提名 未來當外長的一個 叫迪安娜 這個蒙蒂諾女士 她在10月30號 我們觀察到 她在跟美國威爾士軍中心 有一個講話 她那講話 我覺得相對來講 會比較客觀 她也講到 第一呢 是中國是阿根廷 重要的這個合作夥伴之一 而且未來的阿根廷 將會堅持 這種與中國的這種合作關係 我真是有表明 其實米萊的這種團隊 已經能清醒地認識到 中國對阿根廷的重要作用 尤其在經貿領域 但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看到 它跟巴西的這種關係 其實更加複雜 因為我們知道 巴西支持的是米萊的對手 中左翼的候選人 所以對於米萊來講 巴西可能對他來講 可能對他的這種敵意 可能會更重些 所以我們看到 他在跟巴西的關係 可能會更加複雜 他提到了未來要跟巴西 可能要不進行這種各種的 這種官方合作 但是我們另外一方面看到 中國和巴西是阿根廷的 第一大和第二大貿易夥伴 阿根廷當前面臨的 巨大的這種經濟困難 如果要脫貧解困 不得不依靠 像主要重要的經貿合作夥伴 尤其是如果米萊要推行 大激進的經濟改革 經濟改革也必然要求 一個穩定的這種外部環境 所以說如果米萊是一個 執政之後 他面對他客觀所面對的 這種內外環境的話 我相信他會冷靜地處理 與巴西 與中國 與俄羅斯 與其他世界各國的這種關係 他會知道哪些國家 對阿根廷來講更為重要 剛剛你也說到 中國和巴西 都是阿根廷主要的貿易夥伴 同時我們看到 中國海關總署的一個數據 在2023年的第一季度 中阿的雙邊貿易夥估 是達到了46.47億美元 如果說米萊政府 真的放棄同中國的貿易 您覺得對阿根廷的經濟復甦 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我覺得會帶來巨大的這種衝擊 因為我們從近一兩年來看 中國實際上成為 阿根廷最重要的合作夥伴之一 甚至我可以覺得是最重要的 第一個我們知道 中國的這種最大的市場 是阿根廷出口的一個非常重要 或者說最重要的目的地之一 因為阿根廷的這種出口的 或者換取外匯的主要產品 主要是農牧產品 而我們知道不管是巴西 還是美國 都是出口農牧產品 也說對於阿根廷來講 中國是阿根廷優勢產品的 最主要或者說最核心的 這種出口目的地 中國對於阿根廷的作用 是無可替代的 第二是中阿之間最近一段時間 合作是非常的既深入 然後又廣泛 阿根廷是中國的雙方互為 全面戰略合作的關係 尤其是中阿之間 還簽署了貨幣互換 180億美元的這種雙邊 互換的這種額度 對於阿根廷來講 不僅僅是穩定了金融市場的信心 而且還是阿根廷在去年償還 欠國際貨幣金融組織債務中 使用了部分的貨幣互換的這種額度 同時中國還是阿根廷 包括像鐵路現代化改造 包括南部水電改造 就是說中國還是阿根廷進行產業升級 基礎實質現代化的重要的合作夥伴 所以對於阿根廷來講 中國不僅僅是一個貿易夥伴 更重要的還是一個金融夥伴 還是一個全面戰略夥伴 尤其中阿在馬島問題上 形成一個相互對中國呼應 相互支持 也說對於阿根廷來講 中國的這種重要性 是怎麼形容都不為過 所以未來我想起 無論是米萊 或者是未來任何一個政府 都會冷靜地判斷 中國到底對阿根廷意味著什麼 它會清醒地認識到 中國對阿根廷的這種戰略價值 剛剛你也提到 巴西跟阿根廷當下的關係 其實是更為棘手的 我看到彭莫社報道說 巴西總統盧拉表示 將要現在把巴西跟阿根廷的關係 是暫時地擱置 米萊在選舉期間 曾經多次地批評巴西總統 這個盧拉還把他當作是一個 不太想打交道的人 那接下來巴西跟阿根廷的關係 又何去何從呢 的確是巴西跟阿根廷的關係 非常複雜 就像寄生於核生量 因為我們知道足球裡頭 巴西跟阿根廷是天生的宿敵 同樣實際上 川芳在很長時間以後 很長時間裡也是在拉美地區 一個兩個兩霸 兩霸之間 當時是有強烈的競爭 但是在最近的30年 尤其是叫南方共同市場成立以後 巴西跟阿根廷之間 形成了一個相互依存的一個關係 所以目前來講 巴西是阿根廷第一大貿易夥伴 而且這個雙方不僅僅是在貿易 在金融 在戰略合作方面 都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但是此次呢 因為是在面對阿根廷選舉中 巴西的這種盧拉 作為左翼的這個領導人 當然是支持了這個 阿根廷選舉中的中左翼的候選人MASA 所以這就引發了這個米萊跟盧拉之間的 這種個人之間的這種關係 所以在米萊當選之後 巴西我們看到 祝賀了阿根廷的這種選舉民主進程 但是沒有提到米萊的名字 在他最新的講話裡頭 他提到說我沒有必要 一定要喜歡一個總統 或喜歡阿根廷總統 但是我們將來一定會坐在一起 會討論重大的事項 的確是 現在是像南方共同市場 像巴西阿根廷共同加入的南方共同市場 正面臨著許多棘手的問題 比如說與歐盟的這種自貿協定 馬上要決定是否要進行簽署 12月7號馬上要舉行南方共同市場首腦峰會 這也正是盧拉要跟未來的這個 要決定這個南方共同市場 跟歐盟的這個自貿協定如何走 所以未來這個巴西阿根廷 不管兩個領導人關係如何 但是雙方之間的這種相互依存 相互協助這種關係 我覺得是難以逃脫的 另外在今年8月份金磚國家擴容的時候 阿根廷是作為一個新的成員加入進來 但是看到在阿根廷的新的總統選舉之後 又表示說不想加入金磚 在金磚這個方面 米來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想法呢 的確是從我們那種觀察來講 米來陣營對金磚的這種態度 我覺得是一點矛盾或者複雜心理 一方面他認為像金磚 從他的極有意中觀點來講 因為金磚有一點點政治的意味 意識形態意味 但另一方面對他來講 他更關注的是一個務實態度 就像這個蒙蒂諾女士講的一樣 他說我們不反對金磚 我們只是反對在目前階段 阿根廷加入金磚 因為我們不知道金磚對阿根廷意味著什麼 當我們意識到金磚 如果對阿根廷有好處的話 我們也許會加入 這反應了就米來未來 在包括對金磚對很多機制的 相對這種務實相對 相對這種實用主義的這種觀點 好 感謝孫先生帶來的點評分析 也感謝您收看今天的新聞經濟談 再會